测评小麦布的鸳鸯火锅丸盒 之前看过一些博主测评 说这个泥有点脆 不是太好玩 火锅题材的丸盒我还从来没有玩过 所以就买来试一试 它这个筷子真的是贼短 可能是为了放进这个丸盒里面吧 有一个小蘑菇 还有一袋清汤 两个小辣椒 还有一袋小配料 一个红枣 最后这个应该是红油锅底吧 现在令人惊奇的已经不是 我为什么不更新了 而是都帮你怎么更新了 好惊奇啊 因为今天我休息所以更新了 这个礼拜基本上都是下午三点下班 就可以早早的回来拍视频一发视频 这种感觉真的超级好 我好喜欢三点下班呀 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迷你小厨具的视频 就有炉子呀有锅有灶 它这种迷你小厨具有农家的 还有现代的 我买了现代的一套厨具 但是不知道你们是更喜欢 迷你的农家小厨具 还是现代小厨具呢 我买的这套现代迷你小厨具 就有一个小小的电磁炉 还有一个迷你电饭包 真的是太可爱了 就是我小时候那么以求的那种 就如果你们更喜欢农家的话 我也可以入一个简单的农家小套装 我们在发作泥视频的同时 还可以发发炒酸奶 做饭 还有农家小厨具 因为我养了仓鼠 我还想买一个烘干机 就可以在上面烘干一些蔬菜呀水果 也是很有趣的那种 啊 真幸福呀 这个玩和清汤还可以 另一块底胶就有点脆了 有点阴阴的 总体来说还是不太推荐 好了 拜拜 果然艺术家都是孤独的 他们竟然说我的肥皂做得愁 既然如此 我就要多做一些 送给我的好朋友们 这有两种皂机 有透明的 还有那个乳白色的 我们就拿这个透明的做吧 六块皂机才融化成了这么一点点 然后拿小盒子 把皂机分成三份 分别调成三个不同的颜色 做这个肥皂一定要行动迅速 要软它就凝固了 皂机里面还要加入基础油 我问了店家 店家说也可以用唇干油代替 应该是加入这个基础油 就洗手不那么干吧 可以润肤 我觉得这块洗手非常的干吧 因为我把那个皂机 当装饰品加进去了 本来我是想要做成 图片上这种海浪模样的 教程都看了四五遍 结果最后还是翻车了 我就自己自由发挥了 先用最深的蓝色打底 就让它铺满整个底部 等它半凝固的时候 再加入第二个颜色 你们可以倒的多一点 我这个是融化太少了 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我在肥皂表面 加了一些皂机块 和一些小的装饰 灵感来源于 我没有融化完的皂机 我看人家那种专门 做手工装的博主 做的有时候就像那种小蛋糕 或者像一幅画 做好之后静置 等它凝固就可以了 我这个是凝固了的脱膜 做的是不是还可以 这个简直就是 有手就可以做 你们明白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起码配色很好看 然后再拿它切割肥皂的 这个切成小块 装在小的袋子里 就可以送人了 自制肥皂做起来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找不到好看的肥皂了 可以自己做 好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迷你小厨具回来了 但是没有之前看的那张图片上那么诱人 首先是一个电磁炉 真的可以插电用的那种 这个真大米的锅 比我想象中的要大 我试了一下 真的可以真熟大米 我准备再买一套农家小厨具的 这一套稍微有点大了 买的稍微小一点更可爱 还有一个平底锅和小汤锅 切菜板和小菜刀 小小的陶瓷爱心碗 刚好可以给我的鼠子们做饭 我还看到一个博主 给他的鼠子做了好多好多吃的 还有小龙虾姐妹们 后面的这些厨具大小 还是比较符合我的期盼的 就是那个真米饭的锅 有点太大了 他这儿还有一个 可以擦黄瓜丝土豆丝小叉子 一些勺子 罐瓢盆 一个砂锅 拍了一部分可爱的厨具 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太高 等我给你们做饭 好了拜拜 到底是谁在想我 为什么我一直在打噴霹 在之前直播的时候 粉丝们教了我一种方法 可以99%做成磨砂挂耳胶 挂耳胶粉和唇甘油1比1 搅拌均匀 搅拌不匀的话 就会有小颗粒在里面 嘿嘿嘿 为什么我知道会有小颗粒在里面 因为我没有搅拌匀 搅拌完之后 再加入热水 热水你们看着家吧 我这个也不知道是急比急 再加入色素 我们要做一个黄黄的 就在前几天 我突然闻到家里 坐你的那个房间特别的臭 然后我就左闻闻右闻闻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坏掉了 那个卧室基本上 也不会放吃的什么的 就不会有坏掉的食物 然后我的目光 转向了我用保鲜袋 装着的史莱姆 有一块刮耳胶发霉臭掉了 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 我做的刮耳胶几乎无一幸免都抽掉了 到底是我没有讲究卫生 还是刮耳胶都是这个样子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有夜班了姐妹们 今天玩一个椰子小蓝盒 是不是觉得它的外包装四层像石 我好像顽固同款 上一个是一个千丝尼 这个是个椰子小蓝盒 这个小菠萝和小雨伞 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 真的好可爱 可以留下来做收藏 算一下日子 我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更新了 而且好多人说我的视频 没有以前有趣了 冤枉呀姐妹们 真的是生活所迫 我周一到周五 早上八点上班 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六点下班 虽然工作不是太忙 但是光线充足的时候 都拍不了视频 只有周六和周日 可以拍一会儿视频 但是我又很三心二意 一会儿拍一会儿Vlog 一会儿拍也是莱姆 导致我拍出来的视频 好像都有那么点敷衍 但是下个礼拜 我有了夜班 上了夜班白天睡一会儿觉 自然就有一点点时间 可以拍视频 希望现实和我想的一样吧 这个黏土应该当的是椰肉 把其大的气泡胶放进去当填充物 再撒一点点花生碎 椰壳减了一点点之后口大了 更逼真了 还有这种小椰块 小蓝莓 都是假的 还有腰果和葡萄干 再撒一点点花生碎 这个是叫啥呀 这个红色的 拆上我们的小鱼伞和小吸管 一个简陋的就做好了 拜拜 拜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个史莱姆玩盒 实则是可以做出雪人灯 一开始收到的时候我还在想 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是赠品吗 没想到最后它是那个雪人玩盒 有一盒底胶 一个小灯和一些小配饰 接下来就要发挥我最拿手的制作玩盒啦 这块泥也已经融化了 所以我们先来拯救一下它 开盖之后香香的 是不是上了类似于雪碧气味的香精呀 我觉得这块泥真好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家里同时出现二三十只蟑螂 我有幸见到了这一幕 给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这个房子在我住进来之前 本来就是有蟑螂的 只要认真打扫家 切断蟑螂的食物来源 基本上很少见到蟑螂 就偶尔那么一两只 我也就觉得有蟑螂也没有什么 就那么几只 结果没想到呀没想到 有一天我买了一箱子 怀旧小零食 里面有辣条 糖果 各种各样的小零食 拿完快递回来 我就开始拆开箱子 吃小零食 吃辣条 我当时坐在地上想的是说 把所有吃完的包装袋 都放在一起 然后一起认 没想到就忘记了 直到我半夜 十二点心来喝水的时候 我是出去喝口水吧 一开灯 发现地上满满的蟑螂 然后我就跑到 我那个零食袋袋旁边 我准备说把那个袋子 扔到垃圾桶里 结果一抓 那个袋子下面 全也是蟑螂 就我一出来 所有的蟑螂都开始四处逃窜 开始窜到那个墙份里面 真的 那天睡觉的时候 我觉得我身上痒 是不是有蟑螂 它会不会窜到我的床上 之前我还看过 有一个人蟑螂窜到 它的耳朵里面 它就去医院 把那个蟑螂弄出来 我以后再也不乱 丢垃圾袋了 晚上睡不着 我就下单了 将近一百块钱的蟑螂药 第二天早上 开始一个一个的退 就买了一两种 现在弄上蟑螂药 感觉也不是太管用 但是蟑螂又不是太多 它们是不是生活在 我这个房间的墙份里面 每次只拍 那么几个代表出来觅食 请打扫 不乱丢食品袋 是我远离蟑螂 姐妹们 绝了心理意 拜拜 拜拜